今天晚上有我們跟台北市警察局 跟新北市警察局顯示局組成專案小組 在群立釣越監視器發現犯險的足跡 順利在今天晚間7點 順利查過犯險的道案 它目前是四天的病狀情況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經過釣越監視器發現說 他在新莊期間有開始放在醫院逃脫的服裝 不同的服裝 因此來引力他的行蹤 當時被抓的時候有沒有反抗 或是說有沒有講什麼 還是說他已經知道說會被抓 有沒有跟他們講什麼 他查過的過程他是沒有講什麼 那他如果提到說他為什麼要離開醫院的原因 這部分因為人方才剛剛代表我們會再巡迴在儀器 會出現在那邊是有地緣關係 還是說他去找人 或是說他只是隨機段跨 就你們目前掌握的機制 目前我們了解 他是過去也有在心臟有地緣關係 一直在那邊活動 那我們會接受這個醫院的舒適嗎 這部分我們會依檢查官指示來辦 所以這兩天要到心臟就打臉空之後 庫座來檢舉他 這部分其實我們專案小組 掉一件事也發現 其實他也是 他遭到兩個例行通緝 所以接下來的這個流程 大概會請來跟大家交一下 是 我們這個訊號也會 這個 在明天早上 這個先結送到機種批檢 然後再到台北批檢 來回案 那目前我們有沒有開始 依然追究這個難關醫院的術師 目前我們會已經沒有 跟陳達官報告和蔣萬恩的指示來辦